孟廷伟和前夫张志鹏的口水战仍在继续 在最新一集中 张志鹏是否帮孟廷伟还前男友沈正福150万欠款 成为双方争论焦点 12月6日 张志鹏发文坚称 曾帮孟廷伟归还150万借款 并表示有支票证据 与此同时 前男友沈正福也借由微博首次公开发声 称所谓150万借款是善款 并以自己和孟廷伟的经历 规劝张志鹏尽早放手 随后孟廷伟工作室转发了这条微博 称150万支票当初如何开去有隐情 更表示沈正福愿意出庭作证